这个季节的话 铜糕是很多的 而且价钱很便宜 今年也搞不太清楚 为什么所有的菜价都很贵 冬天到了 要吃热腾腾姜母鸭 但是今年要用铜糕当配菜更难了 菜价飙涨居高不下 店家较苦连天 今年的铜糕真的还蛮稀有的 而且价格很贵 以这间姜母鸭店来说 去年进货铜糕 美金只要30到40元 今年一口气飙涨到160到180元 差了4到6倍 而高丽菜去年美金也只要10块上下 今年飙涨到40元也涨了4倍之多 今年铜糕真的很稀少 相较过去一天可以进货20几斤 但是今年一天只能进货5到6斤 而且卖完就没有了 以农委会公布的农产品交易行情来看 台北果菜批发市场 铜糕的价格109年9月 每公斤21点52元 今年铜糕就飙涨到每公斤90元 而除了铜糕之外 高丽菜也涨很大 去年9月每公斤批发价31.3元 而今年铜糕每公斤来到38.99元 身为火锅和热食的经典配菜 铜糕的价格一直都不低 如果想换成其他配菜 价格也不菲 像是白菜今年10月的批发价 每公斤29.31元 去年同期每公斤才18.76元 若真的没了铜糕 顾客能接受吗 他好像说比较少吧 我也不知道 还好 就有就吃了 没有就算了 疫情后期 持续入冬 民众想吃热腾腾火锅或姜母鸭 却适逢菜价大涨 如果想吃多一点铜糕 可得碰碰运气多掏钱了 东西新闻陈晓宇 张亮瑜 台报道